萬格我來啦 喵喵喵 食食食 當然不可以錯過 就是藍龍蝦和烤榴槤啦 欸 慢著慢著 漁夫人的影片怎麼會這麼簡單啊 今集我會發生小偵探 深入探訪受香港人歡迎的萬格餐廳 看看他們有什麼成功的秘密 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就去片 Good evening 現在是晚上的六點半 抱歉 是焦草節啊 Y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漁夫人的頻道 今天漁夫人做什麼瘋狂的事呢? 我覺得我今天都蠻瘋狂 現在已經是8點05分 我已經身處在深圳的紅山附近的天紅光牆 其實事願是這樣的 我有一個青梅竹馬的朋友 Super Best Fan 剛剛環遊完世界回來香港 所以我就想帶她去深圳請她吃東西 她就說想去Costco 我就問了住在紅山區的朋友 附近有什麼好東西吃 最後呢 就推介了我去萬格 故事還沒完啦 我就在小紅書裡滾滾滾滾 她要一個小時 所以我就早上5點多 我就起床 11點我就約了一個朋友在這裡等 然後直接去萬格吃東西 我現在就等人帶我進去 萬格在深圳有三間分店 今天我會去紅山區的黑金店 在紅山站A1出口 直行7分鐘就可以去到天紅廣場 小姐姐會帶我去看 周房的情況 萬格是不是每天都有藍龍蝦供應? 從開業到現在沒有逛過 有時候貨回來還要旺了一點點 每天是不是8點離火? 只是來一轉 來好多次 因為有些貨會陸陸陸陸陸陸陸的 第一批來的是海鮮 每天凌晨去海鮮試茶 然後把原材料給人拉開 萬格是不是有三間門店? 目前是三家 我們今天還會再開三家 就是送的這次 裡面還有蝦蟹 我們要送到其他門店去 這個是打印機 我們那個蝦跟蟹都要打印機一樣 要保證它是火的 這個就是剛回來的車理子 那什麼鍋? 這個應該有兩鍋到三鍋 每天早上都有新鮮的水果供應 全部都是今早上在海鮮市場拉回來的 他們是一箱箱這樣運過來 保證過程都很乾淨衛生 這個是火爆魚 就是保鮮魚 今年是會再開三家 一家是在羅湖 然後一家是在寶庵 然後寶庵五分的風格 到時候很適合拍照打卡 然後一個門店是我們的半天 這裡原來有香港的旅遊巴 可以直接來到天洪 如果你想吃萬格的話 你可以搭這些旅遊巴 直接過來這裡 吃完午餐之後 順便就可以去附近的Costco 逛逛逛逛逛 這些車理子 一箱 我在Costco買都要差不多 200元 在這裡是任吃的 那我現在就帶大家和他們一起去射貨 這些是剛剛送來的新鮮高蟹 你看看多沙滿 頂住它 山蠔都很新鮮 我們現在就下去再拉第二批上來了 看他們射貨 感覺上好像來了一個漁市場 像這樣 新鮮的整條 山蠔魚 死的那些 它是會選出來不要的 確保其他東西都是新鮮的 現在就在上第二輛車了 然後我們就會 載到店舖那邊下火 你們看一下 商場還沒開門的 門口擺滿了新鮮的海鮮和食材 現在要將蝦放進水缸裡 老闆每天都親力親為 開店前處理好食材 保證大家值得安心又滿足 這個海鮮 這些是原條新鮮的三文魚 等一會兒師傅就會切片做刺身或者做燒烤 我們已經在萬格做了 吃完車就知道 超大粒 海鮮飲食價錢又這麼划算 賺不賺到錢呢 我們是薄利多銷 因為海鮮的價格還浮動很大 我們要生意很好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去 保持這個平衡 現在競爭這麼激烈 怎樣去吸引煤頭客呢 而且我們每個季度還要想著去刪新品 比如說我們過年上的車禮子 然後我們現在又上這個山土 可能到五月後上見播的流量 要想著怎麼樣去創新 有些新的東西 讓客戶不要每次過來都是一樣的東西 樓言你會看到那個顧客的那個反規 真的很用心其實 每天的差別我都會關注 只要顧客有反應問題 我們立馬就會發出連續跟他們去訪問 然後每天跟大家說 我們內部要做好精靈 一定要有辦法 就是要給他們提供價值 好啦 差不多要開門做生意了 我的朋友Ryan也準時11點來到曼家 今次是我第二次吃曼家 讓我簡單介紹一下這間餐廳 黑金店的裝飾風格是以藍色為主 一進來就帶給人一種海洋的感覺 一個人268元便吃到 我要帶你走一圈 好 你帶我 好 我現在是一個導遊 首先這裏就是現撈區 你就可以任撈海鮮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貝類 海螺 鮑魚 嘩 很辛苦 你是香港過來的嗎 是啊 我也是 我也是 萬格 是深圳唯一一間可以任吃藍龍蝦的餐廳 每天是新鮮 空運回來的 你猜我可不可以徒手夾嗎 夾這隻 這隻很想我吃 自己走進去 你看這隻多生蠻 好好的 他會去泰國吃那些 生煙 生煙 我最喜歡吃生的 這個可以生吃 但不是在這裏吃 你看我什麼都夾回來 滿想而歸 這裡平時要多少錢 如果你在海邊 別人撈給你 過200 出去撈兩轉已經回本 那是新的體驗 你也試試吧 來到海鮮區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帶子 驚鑼蛋 海鮮 珊瑚礦 蜜魚 滿猴 山蠔 還有高蟹 如果你不撈 你也可以在這裏拿這些蟹 你喜歡吃這個 帶子 真實的反應就是 難得你回來香港 這裡是分了一半 可以問他 給你全隻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煮的話 那些蟹糕就會在鍋裡散 這是高魚 這個是 這些剛才是生歐歐 現在全部都是很新鮮 跳後距 這裡是要快拿的 剛才那些鵝肝全部沒有 這是我的家嗎 我的家 拿吧 要帶我媽媽來吃 他說喜歡吃蠔 可以啊 任吃 還有一樣東西很吸引 烤榴槤是這裡的必食 嘩 水一定很中 味道不錯啊 這是壽司 貼身 這是大樓 然後三文魚是新鮮 是師傅剛才在裡面切的 壽司的種類不算多 我們還是先去住公海 來到水果區 最推介的當然是 車梨子和山竹 剛才我吃了很甜的車梨子 然後這裡就是飲品區 看看你喜歡喝什麼 當然是喝corona 你好吃火 這個我都要喝 要加一個青檸 我帶了一個解酒丸 如果你打火鍋的話 就可以在這裡調調醬料 打火鍋 同時間你可以先下這些三鮮的湯底 今晚都沒有吃 這個就是甜品區 很貼心啊 甜品區旁邊還有一些常溫的飲品 你還有什麼想我啊 我每個人都可以拿 終於拿完第一回合了 食物多到可以鋪滿整張桌子 它每一台都有龍虎山泉這支水 你可以倒進他們的鍋裡 用龍虎山泉去煮海鮮 是比較健康一點 好了忙了整天 我終於可以吃東西了 任吃海鮮的快樂 真的很難用言語去形容 一個字 爽 吃海鮮就好像吃一樣 再腥一點的海膽 帶子是爽厚一點 硬身一點的 魚沙就是今早送到過來的三文魚 連續吃了三點 超好吃 是多到你不知道吃什麼好 不知道 先喝杯 謝謝 平常喝cororan 多少錢啊 在酒吧喝幾十元 可能再便宜一點 好 你去了哪裡啊 可能沒 半年 這麼久沒見你 是時候要煮龍虎和蝦了 哇 在小紅書有人自製 是泰色海鮮湯底 下次有機會 我都想試一下 哇 入面這兩袖好沙 歡迎收看龍虎小鞠場 他怎麼點出來 大家好 我叫小龍 好 快回來 再見了 剛才那隻龍蝦很沙漫 然後他剛才打到我的手 他懲罰我 不要緊 那我懲罰他 好 在這裡 可以的 哇 不要看小 那隻藍龍蝦 有膏的 生蝦 生蝦 新鮮的天鵝蛋 味道一視難忘 好吃 大家想吃高鞋 你可以叫他給你全隻 我想吃的所有海鮮 這裡大部分都有 還要用這樣的價錢 我想說 我有些叔叔在西貢開海鮮走街 這個價錢吃那麼多海鮮 包括藍龍蝦 他們的蝦也有份 好了 我現在要吃最後一回合 登登登 豬爐出場 新鮮的甜雞 可能很好吃 好像雞子的朋友 我不會吃這麼恐怖的東西 由於影片的長度有限 所以我把所有食品放在這裡 有星星的就代表魚之年的推介 必吃 最後一回合我選了這幾樣食物 鵝肝也是我其中一個最愛 超大雀 我吃了太多海鮮 最後一回合一定要吃一些粵食 或者澱粉質的食物 一點都不錯 臨酒前當然要多吃一個烤榴槤 來這裡有兩樣東西一定要吃 第一個就是藍龍蝦 第二個是烤榴槤 好美味 好美味 最後就是這個山竹 一拍就開到了 好了 講完裝修食品 我們就講一下服務 在服務方面我覺得是OK的 我們有什麼要求 職員都會盡力去幫我們 前面有浴露衫嗎 他們一看到有空碟 就馬上會感覺滿 另外一個我覺得挺貼心的服務 就是他們會提供包裝 如果人多的時候可以在這裡 包一間房間 有多少張椅子 看一下 10張椅子 這個螢幕可以唱K嗎 吃完東西之後 我們就過兩個站 去了龍華 找租車老闆聊天 很好發展一個租賓的 聊天之後 我們就去了唱K 平時任唱3小時 每人都是30元 很久沒有唱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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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看到最後 代表你很有耐性 有耐性的人當然要有獎勵 只看影片當然不夠 一定要親身去過才知道 到底好不好吃 在youtube下面最用心 最多like的留言的觀眾 我會送出兩張免費的萬格自撞餐卷 記得給個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